觀眾帶來關心到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蔣萬安今天來到寵物展 那麼除了提到自己的寵物政策之外 也被問到了早上 衛福部長陳時中出席中央新辦社宅的相關行程 那麼外界質疑是不是濫用行政資源 那麼也可能是參戰台北市長的其手勢 來聽一下蔣萬安稍早訪問 司馬招知心無人皆知 陳部長其實真的不應該把防疫跟選舉混為一談 民進黨這段期間 不管是全黨等藝人 內部派系的角力 都在等蔡總統的清點 都看得出來執政黨只有政治 沒有人民 我想台北市絕對不是 政黨內部派系分配的籌碼 市民期待的 他們想要的是 一個最適合擔任市長的人 可以聽到呢 蔣萬安其實今天是炮火相當的猛烈 他是攻擊陳時中 司馬招知心 路人皆知 那麼想要參選的話就趕快辭掉指揮官 因為他認為指揮官現在最重要的工作還是防疫 那麼另外他也提到了其實不管是台北還是新北 其實民進黨都不該拿這個當成是政治分贓的工具 那麼只為了全黨等藝人這樣其實是不對的 那麼他今天呢 炮火增加也被問到了 其實在新北市長侯友營那邊炮火也變成主動方了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是雙北連線強勢出擊 他也強調未來一定是團體戰 希望在年底拼勝選 希望在年底拼勝選 感谢观看